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赫伦也是有感而发 逗笑社录制结束了 可以不用为创作相声作品发愁了 可以放松的玩游戏了 德云安琪拉要起飞了 看得出心情很好 但是感慨录制结束的貌似就他一个人 其他人好像没这么大的反应 本身连续两期公演得分第一名 而且在最新一期的相声竞演中 鸾云平被淘汰出局 张赫伦如愿以偿当上了队长 有观众就预感这一季总冠军应该是张赫伦 甚至有人觉得他的控场能力 已经可以和岳云鹏媲美 他的相声是真正能引起观众共鸣 能嗨翻全场 让观众笑声不断 之后在张赫伦动态的评论区 鸾云平回了一句谁是德云社最好的辅助 张赫伦也很直白的说必须是我哥德云总队长 看着他俩的互动感觉鸾云平已经在暗示 这一季的冠军应该是毫无悬念了吧 最好的辅助应该是冠军的辅助吧 这期基本都是他俩合作 他俩公演第二期的合作演的白蛇青蛇 让郭德纲和于谦在后台都是各种的夸 于谦还说张赫伦身边要不是鸾云平可能都飞起来 最终于谦的加分项就只给了鸾云平和张赫伦 在德云斗笑社第一季中 张赫伦的惨也成了他团宗第一季里的关键词 甚至有人还因此替他抱不平 师傅郭德纲随意更改的游戏规则 感觉都是针对他一个人 到了第二季第一期张赫伦还是没能逃脱惨的命运 本身最辛苦的一个 而且也最有队长竞争实力 可惜到了最后 郭德纲依旧修改游戏规则 基本又是针对的张赫伦 第一期队长人选就落在了鸾云平和烧饼身上 在结束的两期公演中 张赫伦的实力已经显现出来 两期都拿到全场最高分 有人甚至调侃说 张赫伦一己之力已经完胜另外一个队 确实 虽然说可能鸾云平对有人拿到全场最低分 但是整个队胜出的情况下 另外一个队才有末位淘汰 胜出的队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不只是相声公演张赫伦的专业能力 有目共睹 就是在他们拍电影那期 张赫伦也是整部戏的搞笑担当 和岳云鹏两儿的聊天现场 是整场最大的笑点 甚至连细节都处理得很好 比如说他在戏里演的是土匪 于是写遗书的时候 除了拼一还有白字 要的就是土匪那种没读多少书的感觉 而在最新一期的相声敬演中 张赫伦可以说是摆脱了惨字 正式当上了队长 第一季的惨已经成为过去式 第二季张赫伦迎来他的高光时刻 属于张赫伦的机会已经到来 不断努力的张赫伦 肯定不会让观众失望 德云社的这个平台已经越来越大 有人可能也觉得郭德纲捧谁谁红 可惜的是观众应该也看到了 既不如人的时候怎么捧也红不了 两季走过来 张赫伦明显不是被力捧的那个 但是他却在用实力证明自己 已经有不少观众预测 这一季的冠军是张赫伦 现在再看阮运萍的回复 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吧 第一季的惨 张赫伦也是愿度服输 郭德纲明显针对他修改游戏规则 张赫伦也没表现出任何的不满情绪 现在看不知道郭德纲是不是第一季 就是在有意磨练他 包括个性呢